刚刚的话主要利用两个方法 一个是concade,一个是用and 至于这两种哪一个比较好 我想主要还是要熟练最好 我有把相关公式贴到云端白板的第三页 所以你们找一下云端白板concade 这其实concade我是觉得也蛮好用的 它的好处就是说你避免用and 因为我发现有些同学对and还是有一些障碍 所以如果你怕用and用不好 那你用concade 其实最后结果也都一样 把好几段字串在一起的意思 但是其实另外假如说我 有没有其他的函数可以解决另外这个方法 其实后来我发现有一个函数更简便 我是建议如果你练习的话 可以把综合练习这个工作表再复制一个 复制一个的方法就是 把它点这个拖拉加Ctrl键 Ctrl键放开的话 那这边就变综合练习 刮虎2 我们也许可以换一个函数 我刚刚讲过啦 其实Excel里面有很多函数可以解决问题 最好你都能够对每个函数是什么用途 都能够了解的话 那以后呢你以后遇到问题 就是原来这个问题可以用哪个函数 你会比较清楚 不过这个可能要下一点功夫 去至少要插入函数就要看一下 每个函数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你每个函数都看过 你就知道原来哪个函数可以做什么用途的 马上可以知道 那我们假设了 换一个用Test 什么叫Test 其实Test的顾名思义就是文字 但我是觉得它这个函数的名称取得不好 因为Test是文字 可是实际上它的主要用途是格式化 格式化应该是Format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不用Format 这个名称 可能是不是 因为名称被用掉还是怎么样 其实应该我觉得它比较精确的应该是格式化 那什么叫格式化 我举个例子来给各位讲 比如说这个84跟7 如果要变3码的话 假设我用格式 选取这两个按右键 出这个格式 那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格式是表面上看到的 不等于 储存在Excel里面的资料 它只是说表面让你看到 那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方法 制定 制定里面的话 它预设是通用格式 那你其实可以把它改成3个0 如果我在类型的地方 它特别是这个蛮重要的 如果我今天把这两个选起来 然后按滑鼠右键 设定储存格 设定储存格格式的话 记得找到什么 把它的数值 本来是通用的 改成制定 输入3个0的话 那你会发现 3个0意思是3码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会变成084 007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格式 我刚刚有特别强调 它是表面上看到 也就是说 如果你游标放在这里 你可以看一下 资料编辑的里面 里面的资料呢 其实它还是84 它并没有因为 你用格式 而把Excel里面 储存的资料做改变 也就是它原始还是84 只是表面上变084 可是喔 如果将来 我希望能够把什么 我看到的 也变成真正的 也就是我不是 只是表面上看到 084 我是真的要把 84 直接 换个方向 变成 084 的文字的话 特别是 084一定是文字 因为没有0开头的数字 那我就 需要用到一个函数 叫Tes Tes Tes 就是我刚刚讲的 它可以把什么 把 资料 转型为 文字 之外 也帮你格式化 而且是真的 转过 你要的喔 那我们可以在旁边 我把它 恢复一下Ctrl Z Ctrl Z 就恢复 那我们可以在旁边练习 插入函数的时候 你可以找到什么 Tes T开头的 文字类里面 T开头 OK 那Value就是这个 那FormatTes 记得 它一定也是Tes 所以只要你看到Tes 前后先加两个双引号 補两个0就可以了 OK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到底做了什么 它实际上就是帮你把84 经过了格式化 这个格式化不是假的 像刚刚那个是做假的 只是表面 Tes的话 是真的变成什么 084 把84数字 变成084的文字 那并且帮你把它放在这里 OK 我们来看一下 按确定 084 而且 那我怎么知道它是文字 或数字 其实 如果 你们以后可能看一个细节 如果它今天在储存格里面 它是靠左对齐的话 一定是文字 靠右对齐的话 一定是数字 这一点可能要慢慢 要习惯 所以 如果今天假如 我刚刚这个公式 我不要REPD加LEN 的话 其实我可以先把它清除掉 清除的话是 游标放这里 Ctrl Shift向下 Ctrl Shift向下 就是向下选到底 按Delete Ctrl Shift向下 然后呢 我可以 假如 我不要REPD加LEN 也不用Concade 的话 那我用09 然后 AND 其实前面都一样 AND 一个-的符号 这个都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 是AND 刚刚是REPD加LEN 这个地方 只要用TEST 什么呢 VALUE就是 资料在哪里 资料在这里 帮我把84 真正的格式化成084 所以呢 我FORMATE TEST 记得前双引号 后双引号 后刮弧 这样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84 改成084 打个勾 OK 08是OK 了 那007 也是一样 AND到- 先把它复制一下 贴过来 把G4 改成H4 打个勾 这样子的话 向下填满 就 大功告成 所以 其实同样的问题 一定不止一个答案 也就是刚刚用Concade 或者是用AND 的符号串接 也可以达到 只是说 以这一题来看 当然 看得出来 如果你会用TEST的话 相较之下 当然相对 会比较简单 所以我建议各位 一定要对 有一些比较进阶 少用的函数 像TEST 这函数非常非常的好用 所以如果你不用TEST 你会发现 很多地方 你会做不出你要的效果 OK 像哪些 待会我们其实也可以再延伸 比如说 其实你们可以 在 这公式 这公式 我在云端白板上面 也有放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 云端白板的 第几页 一样第三页下面 这里 所以你会发现 相较之下 它的公式 就会变得相对的 比较简短 比较简短 OK 其他的话 待会可以再给各位一个练习题 这个练习题的话就是算 因为刚刚这个练习题是把这三个栏位串成一个栏位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统计出我的会员里面 几年次的人占最多 几年次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当然第一个需要 尤其像你如果用枢纽分析表做统计的话 第一个特别注意 苏纽分析表如果做统计 假如说你要把资料丢给苏纽分析表之前 让他帮你统计哪一个年次 你就变成说你一定要先产生一个年次 那这个年次的话当然是我们习惯的这个用法 这个的话是民国年 比如说70年次的OK 60年次的50年次的等等的 那我第一个啦 我如果要丢资料给苏纽分析表之前的话 那我需要什么 需要先产生几年次 不过呢待会 这个我干脆把这个栏也用复制格式 把这个格式复制到这里好了 那我需要一个栏位 叫做年次或几年次啦 那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今天要取前面两个字的话 那刚刚不是有讲过 插入函数 那我用什么 用那个laps 两个字嘛 诶! 资料在哪里? 资料在这里 取几个字? 取两个字 不过各位可以看到 取到的资料 哇!奇怪! 明明这边开头是70 这边为什么是29 这边是66 为什么变28 所以喔 这个地方的话呢 请特别小心 也就是说 以后呢 假如你看到的资料 跟你要取得的资料不一样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话呢 一样喔 你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test函数就可以解 ok!那这个至于要怎么做 我们待会再来看 把这个取消一下 那待会也许想想看 如果我今天需要一个 年次的这个栏位的话 那当然呢 你也可以用日期函数啦 比如说你用ear 不过我们这ear 变成你要再-1911 只是说如果我今天不用日期函数 我要用test函数的话 那该怎么做 请各位试试看 那再来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喔